兄弟们 咱们今天可是顺手捡了个阎罗王回来 要不是我在他酒里面下药 咱们都得死在那风和尚手里 阎罗王 阎罗王会是咱们的阶下球吗 是啊 就是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坐 大哥 谢谢啊 来 几位官爷对不住啊 小人得走了实在对不住啊 你飞他娘那什么话呢 好酒好菜给爷伺候这儿 去 先来几壶热酒 快去快去 大哥 那鲁之身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 他不会饿死吧 你瞅他撞得像头牛似的 若不是在牢笼之中 若不是在牢笼之中 就凭咱们兄弟几个 那是他的对手 是啊 等这次押运成功了 等这次押运成功了 何止好酒好菜 来 来来来来 喝酒啊 喝点 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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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什么钱 你他娘给谁要钱 吊他娘什么钱呢 我 师父 没劲了 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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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BGM 鲁智深 原名隆达 此人身长八尺 武艺超群 又豪爽直率 极恶如仇 因三权打死正关系 逃至五台山文书院 若发危僧 却因控制不住杀孽 被长老安排至东京变梁 大象国寺 前行修道 临行前送出警言 一念放下 万念皆空 可 哥 山西智府唐大人 已经安排好了 按原计划行试点室 谢唐大人 也有劳怪爷了 原计山东省力 卫州府 山西省庆阳府的响音 于三日四日此时 在阳城古道 与山西阳城官兵 押运交接 玉佩内部 有押运官兵 进入阳城的路线图 你等只需假扮交接的 山西官兵 出示仿制玉牌 便能无非一兵一族 结下响音 皆是荣华富贵 你我兼得 且计周密行事 不得有失 大哥 咱们为什么非要跟官府合作 看他们的脸色 咱们是非 有人有事 要有什么抢过来就行 既然是非 我们就不想跟任何人 俯首称臣 现在倒好 左一个官爷 右一个官爷 难不成你是怕吗 当匪为了什么 杀人放火 还是基因财宝 姓唐的给咱们这里套财路 轻轻松松就可以把钱赚了 你不领情 你还要怎样 那行 我带着兄弟们 偷家伙给你抢回来 站住 威儿 你是我的包弟 你愚钝 我不与你计较 但是你以为是谁 可以让咱们在阳城横行八道 可不是因为这把刀 就这样 跟官府为敌 到最后被围剿 就算赚到了银子 你都没有地方去使 威儿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 更不能意气用事 说到底 咱们还是飞 把你的英雄气概 收回去 哥 你不是想当匪 是想当官 被我猜对了 匪就是匪 既做不了英雄 也当不了官 也当不了官 员 员 医父 这事交给你去吧 是 我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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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报仇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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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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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